一个就是刚刚庄先生有提到了 就是抗战历史的重要 然后第二个呢 是就是说他目前觉得一些课纲 或是说学术界研究上面的一些问题 我们在这边再做一个深入的讨论 那庄先生刚刚听到您说 这个抗战历史是很重要 那这些重要其实在很多人来讲 都算是过眼云烟 历史现在已经过去了 很多人觉得日本现在也算是一个 蛮和平的一个国家 那就当然了 如果是在这个日美同盟的基础下面 其实日本也没有多大的 就是说军事的力量 可以做对外的威胁这样子 所以而且加上这个和平宪法之后 他已经特地被剥夺了一个国家 可以做武装 然后去侵略国家的一个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他当然变成一个非常和平的国家 然后很多人就会觉得 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们何必要记取这些历史的事件呢 那在你的立场 你认为了解抗战的历史 纪念抗战的历史 为什么在现代还是这么样的重要呢 主持人刚刚提到的这些部分 的确这是我们现在 因为国际的现在的思维来看的话 的确日本现在已经是和平宪法了 然后现在美日又是成为同盟 然后台湾现在是跟 就所谓蔡英文政府所说的 民主跟世界辩论做朋友 透过民主的方式跟大家做朋友 就会围堵整个中国大陆 所以会觉得说 日本现在已经跟我们这么好 然后又送疫苗给我们 然后日本这边呢 又非常友善 对我们台湾说台湾有事 日本就有事 那我还在提这些抗战做什么呢 我的初衷的出发点是因为 当初抗战这段历史 虽然已经经过了民国26年好了 已经经过了85年了 就像主持人讲的 已经过往云烟了 但是这段历史呢 国军伤亡的数字有322万人 这是何应清将军 在他的一本书上所提到的 就是国军伤亡有322万人 那这这么多人里面呢 其实因为中共 他最近有民国103年 104年和109年 有分批 有去包养一些 我们抗战的一些英雄名录 这里面总共有1085位 但是这1085位里面呢 我们国军的部分 就中国国民革命群 就是蒋中正先生所领导的部分呢 只占了四分之一 而一半以上呢 都是中国共产党 他的英雄 再来就是社会人士 跟外国人 那还有一些就是东北 东北连队的 就是他要把那个 我们八年抗战改成14年嘛 所以要把918事变以后 一些一些英雄 东北的英雄名录 他也大部分 把他给 给标示 把他给 给登录上去了 所以 等于稀释掉了 我们国军 在抗战的 主导的地位 他这 等于说我们 我们国军抗战只占了在他们中共的认为的抗战史上 只占了四分之一的角色地位 我觉得这样对我们这些先贤先烈啊 是一种不尊重的 因为他们牺牲了生命 很多322位的国军 伤亡啊 其实我们现在 我们台湾的 台北的原山中列址 真的有名字登记在上面的 大概只有40多万人而已 所以等于说还有大部分 绝大多人 都是我们抗战的无名英雄 他们牺牲了生命 他们离开了家人 离开了妻儿 去用自己的血肉 去抵挡日本的侵略 这个事实我们不能忘记 不能因为中共这边 他在主导着这种论述 就让这些我们抗战的历史给忘记了 而且我们不要忘记了 我这是我的初衷啦 我初衷是说 认为这段历史不能忘记 因为这些人都是无名英雄 他们只是没有名字而已 但是他们确确实实的用他自己的青春 他的热血 他的生命牺牲在这个战场上 所以这段历史 大家要尊重历史 不能让他忘记 第二个原因是 我们台湾能够有现在的台湾光复 我们要感谢我们以前国军 他们八年积极的抗战 最后我们才在先总统讲 在开罗会议上面 要求台湾跟东北四省归还给中华民国 我们台湾才会有现在的 至少中华民国政府在自由民主 还有在我们的经济价值上面 我们都是属于普世价值 这部分我们不可以否定 所以台湾人应该要饮水思源 我们吃果子要败树头 当初台湾以前是在殖民时代的时候 我们等于是殖民地的地位 但是今天台湾能够有今天的价值 我们真的要感谢当初我们的国军 我们这些322万的牺牲者 才有今天台湾的光复 这点我觉得要让台湾人知道这段事实 要跟抗战做个连结 让他们能够知道说 他们真的为我们整个中华民国 付出的一些心力 这部分这是我的想法 所以庄先生其实一直想要强调的 就是说这是一个成先起后的一个事件 就是说不忘饮水思源 而且也是要记取这一段抗战历史 里面的精神是不是这样 是是是 那如果这样子 那您在您印象里面最深刻的一段抗战历史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好啊好啊 因为抗战历史啊 其实太多太多 就像何应勤将军讲的 国军伤亡就有322万人这么多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他有他们的故事 但是这些故事里面呢 我我我简单来讲一下好了 就是其实我们台湾人也有很多人前仆后继 在日据时代呢 他们心中有自己的母国 有自己的祖国中华民国 他希望我们中华民国得以忠心 他们也愿意回到我们我们我们中国大陆的抗日战场上去做做为为为为为为我们中华民国抗战而做牺牲或是呃或携洒战场 比方说因为我是客家人啊 我是新竹县竹东盛客家人 我就会了解到有个叫周鸿周鸿将军 他是我们台籍的呃上将是第一位上将 他就是一位他住在新竹县琼林乡的客家人 因为他感染到因为可能是家庭教育很成功 他爸爸可以跟他讲一些民族啊中的故事 民族啊文天祥啊或岳飞的故事 让他心中都有一种呃就是我我身为我不想要被日本一族统治 所以他竟然就愿意想要回到大陆去念保定军校 然后他决定要投身抗战 那他呢神称在那个薛岳将军领导的长沙会战里面啊 长沙第二次大节里面 他占演了官定的角色 后来他也成为了那个在我们呃蒋中正委员长提拔下 他在越东在广东广西一带呢也成为副总司令 所以在一个集团军的副总司令 只是很可惜啦 因为他他因为可能英年早逝 因为他身体身体可能因为肖干勤劳 比较操劳为国家 所以早很在在抗战结束前几个月就过世了 没有看到抗战的胜利 但是这这个我就让我感受到说一个台湾人 其实很多其实还有无数数的台湾人像黄国书将军 还有李友帮将军 他们也是都是慷慨的到大陆去为为自己身为我们中华民国人 而为这个而战 那还有一个就是陈瑞殿 他是一个空军的一个少校 其实他是他是美国的华侨 他的母亲是秘鲁人 他爸爸是广东的台山人 不过他已经是爸爸从父亲从广东台山移民到了美国 所以对美国对他 中国大陆对他而言只是一个父亲的一个记忆 但是他后来呢 竟然毅然决然的在 他在美国先念完了空军的飞行学校 后来就毅然决然的愿意 跟一群我们美国 美国很多华侨青年子弟 愿意说放弃美国的那种安乐太平生活 毕竟二次大战的时候 美国等于是本土等于没有战争 等于是一个太平的生活 他愿意犧牲 他愿意放弃这些毅然决然的奔赴我们中国大陆的战场 要为自己母国 中华民国参加抗战 然后他成为了飞官 在对日抗战期间 他曾经击落了六架日本的战机 所以他在美国来讲的话 对空军来讲的话 只要是击落五架战机以上 都会称为王牌飞行员 所以你会感受到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一个中华民国跟秘书的混血 他的身体整个头发是棕色的 眼睛是蓝眼睛 你会觉得他是外国人 但是他愿意奔赴我们 他认为他自己的国家有难 他愿意回到中华民国参加抗战 而且他曾经在空战的时候 被日军击落 他用跳伞的方式逃生了三次 而且他曾经毁容 因为战机整个 因为他的驱逐机整个被击落以后 整个脸整个毁容了 全身刺痛 他的外孙 我孙子我有认识 他有跟我讲说 后来抗战结束后 他有回到 因为他的外公回到美国以后 其实他 因为他受到那些创伤 皮肤还是很痛 所以他的外婆 会每天帮他清洗皮肤 因为那个刺痛感 就必须要用清洗的方式 把他清理 所以会感受到说 他为了抗战无怨无悔 然后抗战结束后 回到了美国 然后到美国找工作 后来就当邮差 邮差然后退休 就会觉得说 他这样一生 截然一生 他也不求什么 不求公民 不求要当什么将军 他只是为了想要 为自己抗战 做出自己属于中国 中国人 属于中华民国人 献出自己的 个人的一个 一个义无反顾的一个 一个生命 让我觉得很感动 所以这两个故事 想要分享给大家 这样 所以刚刚大家 各位读者 从这个庄先生 如属家珍般的讲述 这些小故事的时候 也大家可能发现 就是说其实历史的推动 就是每一个小人物 奉献出自己 奉献出自己的能力 和成就的历史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其实抗战 真的算是 好如烟海 这种历史的文件也好 就是说历史 可以研究的东西也好 算是好如烟海 那可是目前 您刚刚讲到 就是在第一节的时候 就讲说目前 就自由地区的 这个学术界 还有这个课纲 就是说课纲 可能香港 或是海外的朋友 有点不了解 我在这边说明一下 课纲就是 算是一个课程的 一个framework 就是说让大家 在编写教科书的时候 就根据着这一个framework 来写这本教科书 然后学生就学习 这本教科书里面的内容 那你说这个课纲 也是有 就是说偏重台湾的 这个部分 那其实 很多人 包括我也会有一点觉得 其实没问题的 你要 就是说要注重本土的教育 因为我们长在这里 我们生在这一个地方 我们成长 那当然需要了解 自己这片脚下土地的过去 那您觉得 目前这个 课纲的做法 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那抗战史的教育 可以跟本土历史的教育 相结合吗 是 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 课纲啊 当然 因为毕竟我们现在 生在台湾 长在台湾 喝台湾水 吃台湾米 长大 我们以台湾为 我们的主体 来看整个历史 或地理 这是没有问题的 我的感受上 当然这也是没有问题 不过因为毕竟 我已经是四十多岁的家长了 我有两个小孩 一个小孩 目前念国小五年级 我翻他的社会课本 翻因为他 就是我们现在 我们教育部 他所 有一个范畴 就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社会课本要教什么 在这范畴里面 有很多的版本 就民间会自己去 做那个社会课本版本 我翻他的社会课本一看 他社会课本里面 讲到台湾 跟大陆的地图的时候 或台湾大陆历史的时候 他把台湾 就说成台湾 台湾是一个自由的国家 是海岛国家 然后讲到 大陆的时候 他把大陆这一块 他不讲成中国大陆 他说成中国 很显然的 这是两个国家 台湾是台湾 中国是中国 依照中华民国宪法 我们就是一个中国 这是我的初衷 我是一个信仰 中华民国的一个人 那中华民国宪法 没有分成大陆地区 跟自由地区 那如果站照 中华民国宪法的架构底下的话 中华民国这个部分 我们地图上应该大陆 就是我们大陆这个版图 应该要写成中国大陆 不应该是中国 你小朋友小时候 他就把地图上 中国日本南韩北韩 很显然的 以这个来作为界定的话 会认为它是个外面的国家 而不是我们同样都是 中华民国主权的一部分 那这样无形中 我们课刚这样教 大家也会照着要这样写 因为这样写才会有分数 考试才会考好成绩 那像他们也现在改成 不讲日据时代 现在讲成是日治时期 然后清朝时代 它也写成清岭 清朝领 领有这个领土 清岭时期 哇天哪 我们台湾等于是跟 大陆这边 已经完全的脱钩了 在历史上来看的话 只是我们只是个移民的社会 我们只是有先后顺序 有不同的人移民到我们的台湾 像他们现在社会课本标榜 就是说可能清朝的时候 有汉人 广东人 福建人 移民到了台湾 后来又有了 新住民移民到台湾 台湾是一个多元的社会 当然他说1949年的时候 又有一批大陆人 也到了台湾 等于说大家是个新住民的 这种感觉 就好像是多元族群 是一个 我们是一个移民的社会 而不是说这个地方 跟大陆有任何情感 我们等于说大家都是 都已经把这里当作是台湾 等于是一个国家 这个想法反映出来以后 会有造成什么问题 像他们的社会课本里面 提到开罗会议 或者是提到了中日合约 因为就新商合约 制定完以后 有关台湾主权归属的部分 他们课纲里面 会要学生去反思 台湾这个主权 到底属不属于中华民国 他们会告诉我们说 告诉说台湾是一个未定论 因为中日合约 并没有解决台湾主权的问题 所以等于是我们历史 我们政府教育部给学生的想法是说 当然有各种的思考是不错的 但是他给我们灌输观念是说 你可以否定中华民国 他民国34年光复台湾 让台湾重新归还中华民国这段历史 因为他把它讲成是说 台湾主权可能没有解决 因为中日合约 日本只是放弃了 但是到底有没有归还中华民国 这部分有讨论空间 您这样的无形容让学生 感受到我们台湾 跟中华民国 其实好像甚至就是在 以前因为在 民国34年到民国38年 这段时间两岸都是属于中华民国的 他把这段历史 他也做一个切割 那这样的话 等于台湾是台湾 大陆是大陆 这样对我们来讲的话 我们真的 现在台湾孩子越来越的 比如他说会天然独 开始越来越会感受到 想要台湾独立 没办法 因为我们克刚被改成这样了 已经对大陆 少了一种历史的情感 少了一种热情 而且他们在克刚课本里面 讲述的都是 开始正面的表扬 日本统治台湾有多好 多好 而讲到了国民政府来到台湾 他会凸显228白色恐怖 这一段历史 他就不会讲到说 我们以前九年国民教育 或者是说跟着有齐田 再来就是 金国先生十大建设 或者让台湾成为再造经济奇迹 这段历史 对他们而言 已经完全就不太 去想要去琢磨 他们都会强调的是 日本统治 把台湾当作是一个历史上是一个 一段一段统治 从明正时期 明朝正成功 或还有荷兰时期 还有西班牙 就是一段一段的阶段而已 到中华民国 在台湾时期 变成这样 这样的话 我觉得我们台湾的一些年轻朋友们 就失去了根 失去了他对自己 自己未来的历史的一个思考点 这点我觉得非常的不适当 这是我的想法 好的 那非常谢谢庄先生 你刚刚的一些看法 那接下来呢 我们第三节 就要到我们的这个会员版本的阶段 那希望各位读者朋友 如果听到这边以后 很想要再听下去 我们接下来会聊什么样 深刻的话题呢 那就千万要订阅我们的Patreon 我们的Patreon的网站 我们就把它列在这个留言板的下方 那大家可以按这个地方去做一个订阅 那待会我们再见